大家平复一下心情 比赛继续 让我们收拾心情 有请下一位演员 去年线下最好欺人 杨萌 如果大家会遍地是大王短暂 又浮缓这些人 恭喜杨萌进入晋级区 恭喜杨萌 二人六年线线 第六名 那你今年的春菩薩大会目标名次是第几名 目标名次的话就是第一名 先把目标顶得高高的 然后再一点点的往上爬 我不第一都拿走好不好 都拿走了 这次其实现在来说 比上一次要平稳了一些 没有一些紧张感和局促感 尽量调整自己的作息 然后我希望自己的精神状态能好一点 其实我特别希望在今年 我是一个新人 因为我能够明确感觉到 新人的那股冲劲 和他们在一起战斗 其实是非常爽的一件事 我特别想当新人 知道 我在这段一边说一边讲 拍到你们手机里 都是什么丑样的 他现在成型的段子来看 首先是非常好 比别人都高一大截 你预测一下今天你的大王 不是什么 预测一个杨萌萌 杨萌萌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 希望他出席一点 叫我第一名不测试 还是啊 不要领这个 让我们收拾心情 有请下一位演员 大家好 我是蒙恩 就是我今天终于感受到 那种作为老选手 然后每年都要重头再来 那种心酸无奈了 就是不管你是谁 就哪年的大王也好 哪怕领导也好 OG天花板也好 只要每年 这个脱口秀帝国的 真正的幕后黑手李旦 他在微博上喊一句 脱口秀大会开始了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得 跑过来 就为了逗他笑 我觉得这就是李旦 这年的找乐方式 风火系诸侯 今天更过分的 上面还做一小太子 我说 先进行 比赛的压力真的非常的大 而且就是 不光比赛压力大 我感情上也不太消停 因为我前两天 我刚跟我女朋友 吵了一个架 就是因为我不想跟她逛街 就是因为 因为每次跟她逛街 实在是太煎熬了 我觉得应该 没有一个男生 是喜欢逛街的 真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 任何一个商场里 见到过一个男人 真挚的笑容 没有 没有一个男的 会像应小天一样 逛商场吗 你连逛两次海蓝场 没有 所有的男的 都拎的东西 一个个都是这样的 跟湘西江湿一样 跟在混 然后我女朋友 每次都要问我 你居然这衣服好看吗 我真心觉得还行 她说我在浮衍的 然后下个我说好看 然后她又问 那这件好看 还是这件好看 我说都好看 她又觉得我在浮衍的 那种感觉 好像我在做那种 以前的情感杂志 那种测试题一样 对吧 就第一题 你觉得这衣服好看吗 A好看 B不好看 C还行 我选C还行 跳到答案一页 你是类型 B 浮衍型男友 好了我重做一遍 第一题好 第一题我选A好看 好 跳到第二页 第七题 这件衣服好看 还是那件衣服好看呀 我选C都好看 跳到答案一页 你是类型 B 浮衍型男友 但是我知道的是 我一定不能说 她挑的衣服不好看 因为如果我否定 她的审美的话 我的女朋友 就会对我说一种语法 这种语法叫 疑问表威胁 你觉得这件衣服好看吗 我觉得不太好看 你觉得这件衣服不好看啊 没有啊 好看的呀 那你刚说不好看 刚刚我疯了 我就喝个奶的工夫 三点多了 所以我现在看衣服 完全不看它的版型设计 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只看我女朋友的脸色 她每次只要一问我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跳出一个小太监 哎呀 这老佛爷 今天是怎么想的呀 后来我发现 其实不是所有男生 都有这样的困扰 你想要和女生 非常舒适地逛街 你只要做到一点就OK了 就是别把自己当成男朋友 你把你当成她的男闺蜜 真的 因为有一回我在街上 看到一个女孩 和她的男闺蜜在逛街 然后女孩还是很正常嘛 就是你觉得衣服是好看吗 然后那个男的直接 哎 男客死了 你永远不要穿这样衣服 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那个女生就 乖乖地去换衣服去了 我觉得我掌握了 这个事情的奥义 这时候我女朋友 从食衣间里出来了 她问我说 你觉得这样衣服好看吗 我说 难看死了 她说滚 你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所以我真的很生气 我真的很想好好跟她辩论一下 就是既然 既然男生和女生 就不适合在一起逛街 那为什么 你逛街一定要带男朋友呢 她只很霸气地回答了我四个字 她说 因为我有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 我这悲剧句话伤到了知道吗 就是一个人问另一个人 你为什么带她出来 她说因为我有 她说那句话的表情 就好像一个200年前的美国奴隶主一样 我觉得她都不是在误化我 她在奴化我 好家伙 我拿她当细细公主 她拿我当汤姆叔叔 而且最惨的是 我们这样的男朋友 和那些奴隶比起来 我们一辈子不会解放的 因为永远不会有一个男的出来 代表我们天下所有的男朋友 替我们发声 然后他站在南京西路的步行街上 大声地喊 我还有一个梦 我永远会去旅行街上 我永远会去旅行街上 恭喜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孟恩 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问题 很简单 为什么逛街一定要带男朋友 其实很简单 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商场 允许牵驴进去 驴也太好使了吧 拿得多没废话 逛累了 你还能坐在背上切一会儿 而且最关键的是 你的驴 永远不会去看其他驴的女主人 这个只是一个很小小的一个段子 但是我在线下演的时候 一个大哥说这个段子让我感 他觉得不舒服 他觉得我冒犯了驴 然后他说 为什么你拉东西就想到驴 牛也能拉东西 为什么不说牛 我说大哥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联想而已 就像你想拉东西 你自然会想到驴 你想喝牛奶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经典有机奶 每100毫升有3.8克原生乳蛋白 别说你想喝 牛都想喝了 谢谢大家 我是孟恩 好 强 行啊 在一个女生为主的场子里 这样吐槽 还赢得了大家的尖叫和掌声 底下的女孩子们都尖叫 你可以分手吧 别这样 我把控制一下 跟我去逛街 萌恩 今年什么目标 多冠吧 没有 我的目标一向是远大的 就是 是 你都have a dream 咱们那个太子受感觉来 感觉怎么样 这个 他这段我看过 在新夏我看过 对 当时我就决定一定要坐在这儿 即便他骂我 不能跟他比 我把学生好像去年就很喜欢这个 非常喜欢 然后 为什么没进前三 我都有点忘了 因为 感觉是应该进前三比较 或者更合理 决赛紧张了 但是 我记得那节目播出以后 还是 他也是 在网上非常受欢迎和很红的一位 是的 他刚才今天上来的时候 我发现连肤色都变好了 是不是有钱以后开始保养 还是 没有 其实恰恰说明女朋友对她很好 她才敢在这里吐槽 还想生还 你想想 说明这个女朋友对她非常的好 对 而且老逛街锻炼身体 富败前行 对不对 我觉得她今天是说的真挺好的 然后 其实我发现 你越能吐槽那个人 说明那人对你越宽容 就是这样 嗯 对对对 表情有点苦 为什么呢 别害怕 女朋友来了吗 女朋友没来 女朋友没来 挑呢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还真是 那个蒙恩跟我们那个说大会的时候 他也是在我们编剧组里头特别靠谱 而且我之前跟他对每个稿的时候 他都能想出一些更好玩的一些想法 歪包服 对特别有意思 对因为其实求生欲的段子听到过很多 对 但是我觉得这能中间还能有心意真挺难的 对 逛街已经是一个不能再翻上去的东西了 对 绝对是 还能说 谢谢 厉害厉害厉害 那我们恭喜蒙恩进入积极区 好 拜拜